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凌晨,ESPN2023届全美第一球三代DG Ragnar 终于做出了他的择校承诺 高中毕业后加盟肯塔基大学 刚进入夏天的时候 人们一度以为DJ非常接近于承诺路易斯维尔大学 但随着他和肯塔基的赞助商Nike签下肖像权合约 其发小Aaron Bradshaw承诺肯塔基 球迷们已经清楚地知道DJ除了肯塔基 基本上哪里都不会去 DJ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所以我才拖了这么久 但我相信选择肯塔基是正确的 凯利·佩瑞教练非常的直接和真诚 他说他会永远支持我直到海枯石烂 我也喜欢他的执教方式和他对于球队的管理 DJ在2005年出生,现年17岁,是标准的球三代 他的父亲是NBA2002年一轮六十位新秀 高中时曾有过单场100分的神奇表演 但职业生涯因为伤病,没能兑现天赋 至于DJ的爷爷,则是1986年的二轮秀 身高六尺三寸191公分的DJ 上赛季效力于卡姆登高中 场军可以砍下19.6分,4.3篮板,3.3助攻,3.1抢断的数据 是ESPN排名2023届全美第一的高中生 而除了DJ之外 肯塔基还在2023届招募到了另外三名五星高中生 和一名四星高中生 全美第二的Justin Edwards 全美第五的Aaron Bradshaw 全美第八的Robert Dillingham 和全美第26的Rate Shepard 这样一来肯塔基已经正式超越杜克 成为对于2023届招募最为成功的大学 但人们也许会问 四名同进排名前十的球员到时候一起打球 球够分吗 其实美国篮球圈就是内卷到这个程度 选择加入肯塔基篮球这样的知名项目 可以享受到最好的场馆、设备和配套设施 接受最专业的教练和医疗团队的指导和支持 曝光量也高 加上现在大学生球员可以通过肖像权获利 大的项目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同样最高 这让这些顶级潜力的年轻球员不得不做出选择 未来接受挑战 这两天还有一位23届五星高中生 也将会做出择效承诺 他却排名ESPN同届20位的五星中锋 Bayfall 来自于达卡尔的Bayfall 身高61寸、210公分 臂展为7尺5寸 高二赛季场均可以砍下 22.1分、10篮板、3.2封盖的数据 帮助校队取得16胜一副战绩 拿到了3A级位中冠军 高三赛季转学到丹佛著名篮球项目 全新打造丹佛育科学院 但因为违反球队规定而被开除 被开除前 他场均可以拿到14.3分 起点伊朗本、1.6封盖的数据 据报道 Bayfall将会从四所大学中做出选择 奥本、罗格斯、阿肯色和西顿霍尔大学 到现在为止 2023届还没做出择效承诺的四五星高中生 已经越来越少了 10个指头数得过来 其中就包括小皇帝詹姆斯之子 Bron James 他应该会拖得更久 毕竟其话题度和商业价值 一旦做出择效承诺和签订肖权合约 其涉及的金额应该是超过千万级别的 所以他的团队想要慎重一点 同时把话题度拉到最满也很正常 Bron James的高三赛季 作为赛拉小谷的二当家 场均可以砍下8.8分 3.3篮板 2.8出购 1.9抢段的数据 高四赛季在球队中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力球可以将数据翻倍 赛拉小谷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将会在11月16号打响 兄弟们这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